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還有一個星期就是聖誕節 聖誕節最開心就是和一群朋友一起開聖誕派對 今天不如介紹一個派對食品給大家 雖然那個材料就好像熟口熟面 但做出來的樣子就和平時你想的完全不同 是些什麼現在告訴你 材料有腸通粉 兩種肉就是免治牛肉和免治豬肉 這個是香草碎 三種芝士就是馬斯卡邦芝士 還有馬斯卡邦芝士和馬斯卡邦芝士 這個是茄膏還有雞蛋 今天要做這個 你看這些材料就覺得是肉醬的腸通粉 但其實我們會把它放在蛋糕模裡焗 所以把它砌出來 最後就會成為一個蛋糕造型的 焗芝士肉醬腸通粉 所以我們當然工具就需要有蛋糕模 第一件事 我們就把腸通粉在滾水裡面焗熟它 焗芝士肉都沒有什麼秘技的了 其實就在這個水裡面 就加了很多的鹽 多少呢 我想大約兩湯匙左右 如果這一碗那麼多的水 總之令到水也挺鹹的 好像海水那麼鹹就對了 用粗鹽、海鹽 就比用幼鹽 因為幼鹽會放很多都是不鹹的 我們加了鹽在水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把腸通粉倒進去 那要煮多久呢 你就看看它的包裝袋 上面就有教理了 但是如果它告訴你要煮八分鐘 你就把它扣三分鐘 那就煮五分鐘就可以了 下一個步驟呢 我們就處理這些肉 為什麼要把牛肉和豬肉混在一起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是比較好吃的 因為只是牛肉呢 它的質地會是比較粗的 如果只是豬肉呢 你吃下去就好像吃肉餅一樣 就是梅菜精肉餅那些 兩樣混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豬肉就會混進去 豬肉裡面的肥膏、肥油 就會混進去牛肉裡面 這樣就會令整個味道平衡很多 其實你做漢堡扒、肉丸 全部都是兩隻肉混在一起的 我將兩隻肉混在一起之後 然後加入意大利的雜感香草 然後呢 就是鹽 還有黑胡椒 最後我們還要加些橄欖油 我將整件事拌勻 好,我們拌好那些肉碎之後呢 我們就用洋蔥切碎了 然後呢 燒紅一個鍋 然後呢 就加些油下去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些洋蔥 放下去炒 炒到它 變成透明了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些洋蔥 放下去炒 炒到它 變成透明了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把這個肉呢 把肉呢 就放進去 有時候炒到它 有時候炒了下去之後 你發覺它太乾呢 你就可以加些油下去 然後呢 那盡量把那些肉 都要把它擀開 就是不要再裸一塊餅 然後 就放了茄膏 下去了 好了 接著這個醬就已經煮好了 你剛才一邊煮的時候 其實我剛才就把那些煮通粉的鹹水 就適量地倒了一點點下去 就令它變成一個醬汁 再收乾它 這樣就會變成有肉醬的效果 好 接著呢 我們已經煮好了 然後將它沖過冷水 因為要令它不要太軟 所以就一直沖走熱水 這樣就會好一點 這個時候我們就預備那個芝士醬了 這個才是Mascafone Cheese 就是平時做Kiramisu那些 接著我們加 大約100克下去 接著這個是Mozzarella 加一隻雞蛋下去 接著這個步驟呢 就要點心機了 因為呢 你將一個蛋糕盤 底部就煎了 如果你用可以把整個殼拿出來的那些 所以搞那麼多麻煩了 那你就只是在旁邊塗些油就可以了 但是我這個底部呢 是不能脫掉的 那所以呢 我就要煎好東西了 用牛油紙 煎好它 然後呢 底部加一點芝士 和這個肉醬 然後呢 就非常之有心機的 好像插花一樣 就將這些長通粉全部一支支 打直插下去 好 最後呢 樣子就變成這樣了 但是相信我啊 有些時間 就是這些時間呢 是值得花下去的 因為待會做出來的時候呢 是很好吃的 還有 為什麼要將那些通粉 全部都打直插下去呢 如果你即是亂放這樣 打橫打直 那通粉呢 中間那個洞呢 其實呢 就吸不到芝士 和肉醬的汁 現在全部都是這樣打直插下去 這樣 你現在 就可以將剛才那個邪惡芝士 淋下去了 淋了下去之後 待會焗呢 芝士一融呢 它就會在逐個孔那裡吸進去 然後呢 我們就將這個肉醬 鋪在這個芝士的表面那裡 最後 然後 巴馬山芝士 就是 在這個表面那裡了 最後呢 就令到它 表面好像有一個脆皮的感覺了 那這個焗爐呢 就預熱了185 放進去焗 我想焗它 25分鐘左右 那通粉的東西呢 就可以出爐了 然後 如果呢 這個蛋糕帽呢 是那些 拍開它 整個拿開它 那些就簡單啦 那現在呢 其實有一些糟糕的 因為 我要把它拿出來 然後放在碟那裡 然後 讓你看到好像 很漂亮那樣 那是要想點辦法的 但是 那些東西 其實我想我有的 我們把它放在盆上 雖然這件事看起來 好像有點傻 還有一些複雜感 但是其實呢 是必須的 因為我們沒有那個部分 就把它弄開 那個叫做蛋糕帽 好嗎 好 我們首先呢 把牛肉摺上去 然後 簡直是豬是魔術 我覺得現在 這個 把它 把它 掉轉 然後 它就看到這個底 然後 把這個底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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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它 拿開 是不是很漂亮呢 然後 怎麼樣 把它蓋起來 究竟會不會散 那是問題 但是 如果散了 都沒有辦法 對不對 好 然後我們就把它調轉 1 2 然後 我們就把 這個邊 這張紙 拿開 它 好熱啊 待會兒再拿 現在太熱了 然後 喂 不用加了 就行了 這些東西 我們的讀者 都習慣了 然後 好吧 待會兒我們就拍照片 然後就切一塊出來 就會好像很漂亮 很好吃 好 今天的節目時間 又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